大家好,欢迎收看工商时报前瞻一周,带您关注本周国内外财经焦点。 日本央行将于19日发布最新政策声明,尽管市场传出日营最快12月终结负利率的声音,但知情人士透露,日营官员认为,尚未看到足够证据证明薪资增幅助长持续性通膨,故不打算让负利率在本月退场。 经济部将在20日公布11月外销订单统计,统计处处长黄玉玲表示,虽然全球通膨及升息之后效应等不确定因素仍在,但随着新兴科技应用扩展,加上年末为全球销售旺季,各国际品牌消费性电子新品皆续上市,预估11月订单金额有机会来到510-530亿美元,年增1.7%至5.7%,由黑翻红。 美国联准会今年最后一次利率决策会议决议按兵不动。 国泰市华银行18日将发布2024全球经济市场展望,将由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针对联准会降息预期,2024年景气,与股债会市场的变化做出最新预测。 电动车产业近年成为全球发展焦点,大陆电动车市占率将挑战40%,基础充电与换电设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,大陆将在19-21日举办首届中国汽车充换电生态大会。 台股股王世新,KY将于20日举行股东临时会,主要就现今增资发行普通股参与发行海外存托评证案进行讨论。 此次GDR募资金额约3.5亿美元,将稀释股本约5%。 上周台股气势如红,连5天上扬,收盘指数屡创今年新高,周线翻红,本周盘是持续朝万八关卡迈进。 市场聚焦台积电走势,法人作账及新一波法说会等三大因素,法说会关注郑文、华汉、泰博、远雄港、汉祥等公司最新营运展望。 以上是工商时报前瞻一周,谢谢您的收看。 请不吝点赞同搜索